《轉世公主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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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香港人回來的工作 最主要是協助保安局 入境處 和東京經貿辦 和日本的外務省 和後生勞動省 以及中國領事館 一起計劃 當時撤離的安排 我主要負責武漢的行動 另外我們也有入境處的同事 另外還有艦隊 他們在上面也要 學會感染控制的工作 我負責帶領他們 如何保護自己 以及帶領武漢當地的香港人 如何安全地回到香港 在第一個行動當中 其實七天 睡覺休息的時間 是少於二十小時 我想一定要有那個毅力 才可以 令到自己 整個星期內 可以很不眠不休 把事情做好 其實我覺得在四轉包機內 都有一個很共通 令我非常難忘的事情 就是在下機那一刻 其實你都會很明顯地 感覺到性 駕駛的感覺是大家鬆一鬆 好像失懷了 那一刻我猜都沒有分 香港居民 醫護人員 大家純粹都是住在同一個地方 獅子山下的香港人 其實同時都有個 mission 的感覺 一起 team work 合作得很好 希望武漢居民可以回到之外 大家都要齊齊整整安全回來 這樣 因為如果我自己在衛生署裏 都有做其他的工作 例如最近在亞洲國籃館的 楊本收集中心 我們都是在很短很短時間之內 也是幾日之間 就由幕戶去到成立了出來 我們讀書的時候 或者我們培訓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講很多理論 但在這次疫情上 就是我們一次過 將所有要學的東西 混身解數 用最快的速度 全部去施展出來 那你這次任務 我覺得很大得著 就是個人的成長 是extend了一個 comfort zone 你將來有什麼 再有新的挑戰 不怕的雨埋我 我可以的 現在這場疫症 已經有一個短跑 變成了一場馬拉松 其實作為中大人 我們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民精神 去做多些溝通 關閉身邊的人 關閉自己 之後再在大家的崗位上 各時努力 打亮這場疫戰 我們沒有一個人 自己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所有事情都是要大家 互相配合 我們用很多腦袋 一起想解決方法出來 無論如何都盡力去 有什麼難題 或我們都是迎難而上 我想這個是我們一向 所有在中大畢業的學生 和醫護人員 其實都是用這個精神來做事 我自己作為一個 感染及傳染科的專科醫生 今次新冠疫情當中 這個真的可以令到自己 在這個專科裡面 所得到的知識 是可以用到出來 去幫到身邊的人的時候 這個是令到我自己 對我的專科的熱情 是可以繼續燃燒下去 在一個正的專科 就是革能力 這是一種真正的 丟致的專科 就是革命的